重温经典,以古前经,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军争篇 今天的原文叫军阵约 言不相闻,故为金谷,事不相见,故为金旗 福金谷金旗者,所以依人之耳目也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近,妾者不得独退 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谷,骤战多金旗 所以辩人之耳目也 其实这一段讲的就是视觉识别系统在军队里面如何进行应用 军阵是一本古书,已经是传了 军阵说言不相闻,故为金谷,事不相见,故为金旗 什么意思呢,就是互相在打仗的时候 你是听不见彼此在说话的 所以设置锣鼓来进行指挥 金和鼓,金是青铜器嘛 锣翘起来当当当响,声音很尖,很脆 鼓是牛皮的,雷起来就咚咚咚咚的那种响 让人听了之后血脉喷张 那个心跳的节奏会跟鼓一样的垮 雷鼓进攻,明经收兵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也是常了解到的一个内容 还有各种号,脚都传递着不同的意思 什么集结号,冲锋号等等 就是不同的音乐节奏来代表不同的意思 在不同的军队当中 因为相互看不见,所以设置金旗来进行指挥 旗帜有不同的颜色嘛 也会有不同的图案 它用来传递各种指挥信息 还有其余啊 不同的动作手势方位 代表不同的敌情和指挥信息 这就属于视觉通讯的 这个识别工具和符号的指令 符金鼓金旗者 所以依人之耳目也 人际专一则永不得读境 窃者不得读退 此用重之法也 就是当人多的时候 有了金鼓金旗就能统一军人的耳目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 跟着这个节奏去做事就可以了 行动就会得到一致 勇敢的人呢 他没有前进的指令 是不能独自前进的 那胆怯的人 他没有得到撤退的指令 是不能独自撤退的 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 军阀很严啊 叫当进不进 当退不退 则斩 独自撤退你要斩 独自进攻也是要斩的 吴起带兵有一个故事 和秦国作战的时候 两军对阵 还没有打的时候 有一个军士 不胜其勇 自己先冲上去 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冲上去了 斩了两个手机回来 然后吴起看到他 自己冲出去 斩了敌人两个手机 回来之后就把他斩首了 有军士 他手底下的人就开始觐见 说这是人才 你就让他戴罪立功 吴起说军令 是没有分谁是人才 谁不是人才的 降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但是降在战场 军令绝对不能不受 这就是战场指挥的严肃性 如果你带队追击 眼看就要追到敌人了 后面明镜收兵 你就是要放敌人逃走 那没办法 你必须得放 因为指挥的责任不在你 战场的全局你不晓得 你万一冲出去了 以为你得手了 其实你的大本营被别人端了 也是有可能的 故夜战多火骨 骤战多惊奇 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就是晚上打仗 多用火光和骨声来指挥 白天多用旗帜来指挥 以适应人的视听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 朝贵论战 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 就是骑鲁的长韶之战 骑军败退 鲁庄公要追 然后朝贵说等等 他爬到了车上去 仔细观察一阵 说可以追了 然后一口气追了三十里 后来鲁庄公问他 这是什么道理 他说敌人败退 但如果你追击 我又怕他有埋伏 但是我看他的车折乱了 旌旗也倒了 那就可以追了 旌旗倒了说明什么 旌旗倒了说明 指挥系统没有了 那个指挥的工具 和符号系统都已经丢了 所以各自逃命去了 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 已经不是军队 而是一股盲流 已经变成乌合之众 那你就可以追了 当然他旌旗乱了 也有可能是上当 你认为他指挥系统没了 其实他安排了 鼓声来做指挥 也是有可能的 他用乱旌旗来骗你 多默的注解 还介绍了军营里面 夜晚火骨的运用 他说指则为营 行则为成 晚上安营扎寨的道理 和白天布阵打仗的道理 差不多 就是大阵之中 必须抱有小阵 大营之中 也有各种小营 前后左右之君 各有各的营 环绕着他 大将之营就在中间 然后很多其他的偏将 都会环绕着他 然后曲折走来走去 扭扭去去 就像天上的星象 营与营之间的距离 在五十步到一百步之间 道路相通 中间的空地呢 就逐以出营列队 壁垒相望 就逐以功努相救 每个十字路口呢 就设一个小碉堡 上面加了个柴火 下面呢挖有暗道 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看着 如果敌人晚上来截营呢 就放他进来 然后呢敲鼓 每个营杖都一起来 进行做出反应 火堆全部点燃 就会像白昼一样亮 那所有的士兵不可跑动 全部臂立列阵 乱哄哄的到处串的 全是敌人 这个时候弓箭手 登高四遍射箭 多少人都会被他灭掉 你看这就是一个军营当中 去进行排兵布阵的方式 和一段注解 诸葛亮的军营规划 就有这番天罗地网的设计 所以他撤退之后啊 司马懿去观摩 他的这个安营扎带的 这些营垒嘛 就感叹到 此天下之奇才也 这就是说诸葛亮的 排兵布阵的非常厉害 你只有权衡了敌军的轻重虚实 在策划地形迂回之际 这就是军真真先的原则 军队之所以能够成于军队啊 那就是在于他的指挥系统厉害嘛 没有指挥系统 多少人也不过就是乌合之种 他也不是军队 所以听说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没有听说过将在战场军令有所不受 你是不敢的 一定会被斩首的 原文当中叫 故三军可夺器 将军可夺心 三军可夺器呢 就是打击敌军的士气 让他气势低弱颓丧 让他觉得没意思 打不起来提不起劲 那士气没了 力气就没了 那战斗力也就没了 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迈尔 他提出了一个叫疲劳动机理论 他解释士气和战斗力之间的关系 这个理论说啊 就是人的总体能量是一个常量 是一个定值 每个人每天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动机 来对于能量进行分配 动机强烈 分配的能量就高 动机强度低 那分配的能量就低 所以你看有些人在公司 在职场一天到晚没什么精神 到晚上能量就很足 不断的嗨 有的时候就属于夜间动物 那他就是属于一个 人体总量的能量常量 他一定会有一个宣泄口 有一个很高值 有一个平均值 那有些人平时你在办公室 看他不怎么动 但他一旦接受某个任务工作量 突然增加的时候 他会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也是一个意思 夺敌军之气最著名的战力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朝贵论战里面的这个奇鲁长巢之战 奇军一鼓 鲁庄公呢就要打 朝贵说不可 严白正式 闪出者 斩志 奇军冲不破 鲁军的军阵退回去 重整旗鼓再来 鲁军还是不打 等到奇军积了三通鼓了 鲁军才开始冲锋陷阵 冲上去决战 然后大胜奇军 鲁庄公就问他什么原因啊 他说 福战 勇气也 一股作气 再而摔三而结 比结我赢 故可耻 奇军一股作气 兴奋起来 鲁军不打理他 搞了三次 他就自己兴奋不起来了 没气了 这个时候鲁军将士 憋得很足的气 这叫比结我赢嘛 那同样的战力 三国四期司马师也做过 魏将文青 造反 司马师呢就负责去讨伐他 文青的儿子叫文秧 鸳鸳鸯的秧 才十八岁 永贯三军 等他爸爸说 敌军远来 趁他立足未定 一股击之可破 他爹不知甚 他不说话 文秧呢就让他部队鼓噪起来 冲啊杀啊鼓噪了三次 文青还是不下令 文秧只能退下 跟他爹一起向东 退军 司马师看到了说 文青要跑快追 诸将说文秧勇猛 为战而退 恐有埋伏 司马师说 一股作气再而摔 三而结 文秧累了三次骨 文青都不应 骑士已驱 不走河淡 于是呢 卫军追杀 文青大败 曾国藩也讲夺气 他说守城之法 莫过于妙境 就是敌人来 再沉下鼓噪 我们呢不搭理他 安安静静的 城墙肚子上 一个人都看不见 躲在后面监视着 他也不敢随便 往城墙上爬 鼓噪急事 没有反应 他自己觉得没意思 他就走了 司马法当中说 叫战以历久 以气甚 魏辽子说 叫气时则斗 气夺则走 这就是气时决胜 什么叫气时呢 你看有些人 很有气时 战的虽然不说话 是因为什么呢 魏南子这本书里面说 叫将冲勇而轻敌 足果敢而乐战 三军之众 百万之师 智力清云 气如飘风 身如雷霆 击成鱼 而危加敌人 此为气时 气时的关键在哪 就在于气机 气机的关键在于将领 吴奇说 三军之众 百万之师 张设 轻重 在于一人 视为气机 孙子讲将 叫智信仁勇言 智排在第一 德国军事家 战争论的作者 叫克罗塞茨基 他讲将道 他讲出 专门提出来 就勇气是第一 每个因素排第一 姑且不论 但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勇者就是气 李靖也有这个论书 他说守者不止顽其壁 兼其正而已 也守武器而带有烟 所以要守气的意思 就是养气之法 让自己的气势 士气 锐而不衰 再想办法去夺敌人之气 气势是篇大文章 我让我们做什么事 其实气势都是城市的关键 就你内心强大 气势如虹 那当然团队也就气势如虹了 将军可夺心 意思是什么呢 杜牧的注解叫 心者 将军心中所依赖 以为君者也 就兵雄雄一个 将雄雄一窝 所以夺心就是 扰战对方将领的决心 他的决心没了 他的队伍就散掉了 战力就是我们前面 看上兵伐谋那一段的时候 了解过的一个人 叫后汉时期的寇巡 曾奎骁 奎骁大将 就是高骏 这个人守城 高骏派军将黄浦文 为使者来去见寇巡 黄浦文呢 辞里不屈 说话很有外交风范 扣群二号不说就把他给斩了 然后把副使给放回去了 叫高骏去投降 于是高骏第二天就开城投降了 朱江问怎么回事 他说黄浦文是高骏的心腹 为他专门设定计谋的 如果他外交辞令很好 那种很有大国外交的感觉 他肯定是没有降的心的 你放他回去之后 黄浦文就会得到了打我的祭祀 那于是我把他杀掉 那高骏就文风丧胆 他于是他就害怕就投降了 所以上兵伐谋 攒一个黄浦文 就伐了高骏的谋 将领可以夺心 杀了他的主心骨 就相当于夺了高骏的心 第二个战略是什么 就是五湖浪华时期的十六国 北魏 就是托巴龟和后燕的慕容堡作战 隔阂对峙 慕容堡出兵的时候 他的父皇慕容锤正在生病 托巴龟知道消息之后 就派兵断了燕军的后路 让他与国内消息断绝 然后俘虏了燕国的使者 强迫他隔阂对于慕容堡 喊他说你父亲已经死了 快回去吧 慕容堡兄弟一听 非常担心 于是一连夜就撤掉了 托巴龟于是追击 打破燕军 这就是将军夺气的一个案例 司马法说 本心雇心气神 李靖说 公者不止公其臣 公其镇而已 还要公其心 这才是关键 要夺别人的心 首先要自己强大吧 领导者要强大自己的内心 才能养团队的那个气 这样的领导内心强大 团队才会气势如虹 师故昭气锐 昼气舵 目气归 故善用兵者 必其锐气 及其舵气 此至气者也 昭气锐 昼气舵 目气归 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 一日之际在于城 早上起来 金头足 中午犯困 晚上就想回家 司马法说 叫心气 胜旧气 陈昊注解的叫 归来之气 气方锐胜 物语之针 对方刚来 年轻气胜 你就避他一避 熬他一熬 别和他针 等他气散了 你再跟他针 梦式的注解叫 朝气 出气也 昼气 再作之气 目气 衰竭之气 这就是一股作气 再而衰 散而结的意思 苗城的注解叫 昭 言其时也 昼言其中意 目言其中意 为兵史而锐 久则舵而思归 故可及 为什么敌人一撤退 你就要追 因为对方人人思归 不想打 那你追他 正好可以灭掉他 所以 昭 昼 目 也不是直接对应 早上中午和晚上 而是说的是三个阶段 你不能真的傻乎乎的 晚上去打 也许晚上别人准备的正好 白天都在睡觉 故善用兵者 必其锐起 及其堕归 此致气者也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要避开敌人 出来时的锐起 等他松懈 想回家的时候 再去打他 这就是 置气的方法 李世民讨伐 王四冲 斗建德 怕从亡齿寒 破了三足鼎立的军事 于是带大军来救 斗建德 大军在四水 东南列阵 横垫树里 兵势非常强盛 李世民在山上看了 对诸将说 叫贼 欲渡显而消 是军无阵令 逼成而成 有轻我心 我们安兵不动 等他列阵久了 士族倦怠了 肚子饿了 必将自退 他一退 我们就出击 可一战而胜 斗建德 列阵 从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 兵士呢 又饿又累 开始坐在地上 开始抢着喝水 李世民看了之后 说可饥也 于是 一下子一鼓作气 深情斗建德 斗建德被捆到了 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问 说我打王思聪 关你什么事 王世聪啊 不是王思聪啊 你天远地远的 你跑来干嘛 斗建德说 我自己找上门来的 不让你远取 这句话说出口 什么气也没了 战 以利久 以气神 利不能久 所以气是没有办法 总是满的嘛 要置气 永远要保持朝气 锐气 是一个人和一个团队的关键 我们观察自己和团队里面的 每一个人 出出茅庐的时候 都没有放松自己的资格 对吗 各个人拼命努力 这就是朝气嘛 这就是锐气嘛 等你干了十几二十年 你财务压力没了 或者你财务压力小了 你有了家庭 于是你要享受生活 如果这个时候 认识能力 水平能力 没有真正的上了一个台阶 找到自己新的价值 和新的价值的释放方式 你不能转型升级 那你就会有堕气 堕气再发展 就变成木气 那这个人就废了 我们检讨自己 随时都要保持自己 要有锐气 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尽自己的本分 经历不如年轻人的时候 就要把锐气集中 既不能离开一线 也要保持接地气 也要转型升级 然后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要保持有制气的意识 制自己的气 制团队的气 以至于能不能 制别人的气 我们也不好打 也不好说 最后还是集中管好自己 别自己没管好 老想琢磨别人 那这就不是孙子兵法 给我们传递的主要的思想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